老公做了心脏移植后 就像换了个人 生活习惯全变了 他每天睡觉前 格外注重鞋子的摆放位置 一天 闺蜜给我发消息 他不是你老公 你老公早心脏移植手术失败去世了 我上网发帖 什么情况下 会十分注重睡前摆放整齐鞋子 回 鬼会根据床前鞋子的摆像 来判断床在哪里 一压一压提醒您 面具绽放 正文开始 我手心开始出汗 望向正仔细摆放自己鞋子的马翼 后背发凉 三个月前的马翼 还是个粗线条的直男 上床睡觉从来都是把鞋子乱甩的 做完心脏手术后 他格外注重保养 会定期后敷 皮肤都比之前白了很多 但是看起来有点不健康 我总以为 是做完手术了之后 带来的后遗症 怎么了 一直看着我 他忽然把脸贴得很近 死死盯着我 没事 我看看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哦 谁给你发信息了 他写着眼看我手里的手机 我吓得立刻暗面手机 干笑道 没有 晨晨问我明天要不要逛街 哦 可是这段时间 我想你多陪陪我 我感觉不是特别舒服 他捂着心脏 意味不明地看着我 可是 我和晨晨都已经约好了 我想去找晨晨问清楚 短信的意思 是吗 就在我紧张的时候 他一把抢过我的手机 他知道我的密码 他利落地解开手机 应该是看到那条消息了 他忽然把鼻尖凑过来 在我脸上嗅着味道 可我却感受不到他的呼吸 我注意到他眼睛的黑色瞳孔部分 居然开始缩小 他就这么贴着我的脸 把嘴一路划到我的耳朵旁 小声地在我耳边说 老婆 撒谎可不好 那种感觉既诡异又恐怖 我全身鸡皮疙瘩立起来 就在我想着 现在怎么逃跑的时候 他忽然地笑出声 老婆 你怎么这么不惊斗啊 和你开玩笑呢 他宠溺地摸着我的头 你不会真的相信晨晨说的话吧 你可是全程陪着我做手术的 我死没死你 还不知道吗 确实 马逸自从要做心脏移植手术 我就全程陪同 如果他手术失败 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晨晨会忽然给我发这种消息 看着马逸熟悉的脸 我还是选择相信他 嗯 他应该在和我开玩笑呢 我相信你 听到我这么说 马逸很开心 他搂住我 好了 可是要吧 我习惯性地窝在他怀里 听着他心脏的跳声 一声一声 很平稳 看来是我想多了 我安稳地睡去 半夜我被一股冷气冻醒 我还是在马逸怀里 但现在的他浑身散发着寒气 没有一丝温度 脸色清白 就像一句死尸 我颤抖着用手去看他的鼻息 没有呼吸 我脑子里又开始响起 来一天晨晨给我发的消息 他不是你老公 我连滚带爬的去了客厅 开始拨打晨晨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晨晨好像知道我要问什么 急切地说 小云 马逸早就死了 你在三个月前亲自举办的葬礼 我来参加过的 什么 我为什么没有印象 现在的马逸不是你老公 你一定要小心他 你说清楚 他是谁 短短两句话已经信息量爆炸 我很想知道真相 老婆 你在和谁打电话啊 听到马逸的声音 我吓得一哆嗦 转过头 就对上他的眼睛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我的身后 头就虚搁在我的肩膀上 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 心脏疯狂地跳动 我硬着头皮说 晨晨半夜睡不着 再找我唠嗑 这么晚就别唠了 小心明天精神不好 他虽然这么说着 但眼睛却掉在我的手机界面上 好我甘笑两句 直接挂上电话 你先去睡 我先上个厕所 现在这种情况 我是真的睡不着 只能随口扯理由 那行 你早点来睡 他点着脚往房间里走 没错 他点着脚后跟在走路 我记得有一个说法 鬼会点着脚走路 说真的 现在的情况来看 晨晨的话真实性比较大 我反锁住厕所门 坐在马桶上开始发帖子 什么情况下 会十分注重睡前摆放整齐鞋子 几分钟后 鞋子就陆续有人回复了 大多数都是没有什么 借鉴性意义的内容 直到有个叫锦心道长的人回复 鬼会根据床前鞋子的摆像 来判断床在哪里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测试对方盛失呢 锦心道长回复说 那我就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吧 就是你晚上上床睡觉时 一定要记得把两只鞋子 摆得头尾不一致 好 谢谢 我把平台里的所有币 都打赏给他 深吸一口 我鼓足勇气打开厕所门 房间里静悄悄的 马逸居然不在房间 我看着床前 他被摆放的整整齐齐的鞋子 上前把他的鞋子 前后里外朝向 都打乱摆放 接着我上床假眉 十几分钟后 马逸走回房间 脸色如长 可是他迟迟不上床 不停地在床边绕圈打转 怎么了 我问 马逸在床边绕圈 问道 老婆 床在哪 我怎么找不到了 和帖子里说的一样 他找不到床的位置了 我挪到床边 用脚把他的斜摆正 之后又躺回去 马逸这次很自然地 走回他睡觉的位置 刚刚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像被人蒙住眼睛一样 他靠在枕头上奇怪道 可能是你刚做完心脏移植 会有一些后遗症吧 我极力忍住嗓子里的尖叫 一本正经的回答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 我时刻注意着马逸的一举一动 他总是在我起床之前 就跑去厕所 每次会待上很久 这次也不例外 我小心地走到厕所门外 趴在地上 透过缝隙看他 结果对上一双 眼白极多的眼睛 他还对着我咧嘴笑 可是那不是马逸的脸 我跌坐在地上 死死捂住嘴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接着门就打开了 马逸出来了 是我熟悉的那张脸 怎么坐在地上 他伸手把我拉起来 猛然加厉 我被狠狠按在他怀里 只听他用冷冷的声音说道 刚刚看到什么了吗 没有 我适口否认 心慌得要死 他把手按在我的心脏位置 用指尖在我的胸口 一下下点着 老婆 你的心跳告诉我他在说谎 怎么办 汗毛直竖 就在我想用力推开他 破罐子破摔的时候 他又轻笑一声 捧起我的脸 眼里满是深情 他亲吻我的额头 说老婆真可爱 这么不禁斗 你要吓死我 我还以为你变成别人了 我故意这么说 注意着他的反应 他面色如常 捏着我的鼻子说道 我当然是你亲亲老公啊 下次可不准这么吓我了 对了 老公 妈让我去家里拿点东西 他给我们买了点吃的 那你去吧 我不是很舒服最近 不能陪你了 听到他这么说 我非常高兴 我要去找晨晨 马逸走出几步之后 转过身面无表情地对着我 缓缓开口 不过 老婆你不要骗我 不然我会生气的 我听懂了他的威胁 点头 放心吧 我拿完东西 就回来陪你 走出被遮得严严实实的家 我长呼一口气 好像自从马逸做完手术 我就一直陪着他 很久没有出去过了 我拨通晨晨的手机 晨晨 我们在老地方见吧 我有很多东西想问你 行 马上来 我先抵达了 之前一直和晨晨约的咖啡厅 点了一杯美食 晨晨来得很快 他走过来 第一句就是感叹 小云 你终于能出来了 我对他这句话 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我之前是因为 要一直照顾马逸 那段时间 他情况很凶险 晨晨听到我这么说 这我没拉过我的手 晨晨 接下来我说的话 你要好好听着 千万别相信现在的马逸 虽然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又活过来 还是怎么的 但是晨晨 三个月前 马逸就手术失败去世了 还是你亲自举办的葬礼 只不过葬礼之后 我就再也联系不上你了 后来听你说 在照顾马逸 你还忘记了之前的事情 这不对劲 小云 你仔细想想 我真的没有一点记忆 我只记得 马逸的手术很成功 之后我就一直陪着他休养 不过他的很多习惯都变了 小云 我带你去马逸的墓地 去看看吧 看完你就知道了 我跟着晨晨去了 几处墓园 匿密麻麻的悲目 看得我一阵心慌 兜兜转转转 我看见了墓园中心 靠左位置的墓碑照片 穿着白衬衣 笑得很斯文的男人 照片上是我的丈夫 马逸 这张照片是我选的吗 我眼角有点酸涩 嗯 你说你喜欢他笑 我上前妈撒了照片上的马逸 从没冒到嘴角 是啊 这张照片 是在校园的时候拍的 那时候的他很可爱 我其实早就发现不对劲了 现在的马逸 怕光 走路点着脚 他好像连人都不是 那你要怎么办 晨晨担心的看着我 我要看看他究竟要干什么 告别晨晨之后 我在商店随便买了些东西 回家 家里静悄悄的 好像没有人 我把东西放在客厅里 检查了一遍 还是没有发现马逸 趁着这个机会 我走进他的书房 开始翻找 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准备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发现角落里有一个保险箱 保险箱是秘密的潘多拉摩盒 我试了很多密码 都显示错误 鬼使神拆的我 输入了马逸死的那日期 第一 保险箱开了 里面没有多少东西 是几张像人皮面剧一样的东西 还有几瓶我没见过的药品 上面写着福派塞敦之类的字样 我拿出手机搜索 发现是一些治疗精神的药物 可是谁会有精神病呢 我把东西放回原位 关上保险箱的时候 马逸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 老婆 你在找什么呢 我将住 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出现在我身后的 压下了心慌 我转身称怪道 还不是在找你 我回来就没看见你 你去哪了 我在卫生间呢 他在撒谎 厕所刚刚连影子都没 走吧 妈妈给你买了几件衣服 你去试试 我快步走到他前面 往客厅方向走 他登上来 是穿着我在商场 买的衣服 换衣服的时候 我看见了他胸口上的手术伤疤 见我盯着他的伤疤看 他握住我的手 放在他的疤痕上 老婆 你要相信我 我知道 今天其实你根本没有去找妈妈 我吃惊的抬头 他居然知道 我打电话给妈妈了 他身体不错 而且很想我们 说是很久没见我们了 是 我是去见晨晨了 他说你早就死了 我忍不住质问 死的不是我 是他 马逸把我的手 使劲按向他的胸口 或是我不断抹扎着他的疤痕 那时候我做完手术不久 晨晨就出车祸去世了 他和你关系很好 你接受不了事实 之后精神出现问题 忘记了那段时间的事情 不可能 我今天才看见过他 明明晨晨还握过我的手 没马一探气道 你这段时间一直很排斥我 阿爹停吃了 为了不让我发现 还把他藏在保险箱里 你的病情需要控制了 不 今天我还去墓园里 看了你的墓碑 你真的看见的是 我的墓碑吗 你好好回忆一下 在墓园中心靠左的位置 我被他说的 开始怀疑起来 好像是真的 今天和晨晨见面的时候 他什么也没点 包括他最喜欢的墓丝蛋糕 我在说话的时候 总是有人用一种 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而且那个墓碑上的照片 在我记忆里 也变得模糊起来 我亲自带你去看看吧 马一给了一个提议 再次来到熟悉的墓园 一模一样的位置 一模一样的墓碑 但照片里不是马一 而是晨晨 他洋溢着微笑 这张照片是我给他拍的 他很喜欢 我记了很多事 还出现了幻觉幻听的状况 对不起 老公 辛苦你了 我抱住马一 把脸埋在他的脖子上 轻声道歉 没事 我们回去吧 他体谅的拍了拍我的背 拉着我走出墓园 回到家 我给马一煮了一锅 他最喜欢的汤 老婆 你炖的汤 我真的永远喝不腻 喜欢就多喝点 我继续往他碗里添了一勺汤 看着他大块朵一个酱子 我也很高兴 饭后没多久 马一觉得有点困 老婆 我先回房间休息一会 好 你先去休息吧 大约十分钟后 收拾完厨房 我不仅不慢地朝卧室走 马一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 睡得很沉 我的药起作用了 如果不是我把脸 埋在他的脖子上 可能我真的被他说服了 就在我道歉的那时候 我忽然看见了 他耳后卷起的皮肤 想到保险箱里的人皮面具 我毛骨悚然 轻声走到床前 我弯下腰 视线在他的脸上徘徊 和马一一模一样的脸 毫无破绽可言 我伸出手在他脸上摸索 果然耳后位置有一个衔接处 沿着那个位置慢慢撕开 一张完全陌生的脸 出现在我眼前 就在这时 等该昏迷的 马一睁开眼睛 有点微微下三白的眼睛 紧紧盯着我 邪笑道 怎么办 被你发现了 你是谁 我极力压制住恐惧 开始往后退 我是你老公马一啊 他注意到我的举动 也不着急 还是半靠在床上 你到底是谁 你把我老公怎么样了 假装成我老公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就说 为什么像变了一个人 这完全就是换人了 他缓缓起身 朝我走来 我转头跑到门口 用力开着门 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 别败费劲了 打不开的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我是谁吗 好好看着我啊 他冲到我面前 用力捏住我的脸 脸贴在我脸上 好像夫妻之间的亲密举动 他能难道 我不好吗 比你那个死了的老公对你好吧 一种既年腻又湿冷的感觉 停留在我脸上 放大的五官 此时慢慢扭曲 你到底是谁 我怎么也想不通 他是什么时候替换成马逸的 最关键的是我的记忆 为什么是马逸手术成功 不管我是谁 我现在就是你老公 马逸 他轻咬我一口 随后在怀里掏出一张 我看过的人皮面具戴上 熟悉的面容又回来了 我甚至怀疑那张人皮面具 就是从马逸脸上包下来的 他还掏出一个挂坠样式的东西 在我眼前晃荡 马逸的脸和之前那张陌生的脸 在我眼前不断交替 我开始变得迷糊 之后就晕过去了 再醒过来是躺在床上 可能有点累 就睡着了 来把药吃了 感觉你最近神经太紧张了 马逸拿着一粒要递给我 我不是很想吃 看着那颗药 我心里有种强烈的排斥感 对你目前的情况是有利的 这样才不会老是出现幻觉 我不会害你的 他鼓励的看着我 好像我不吃下去 就像是不听话的孩子 结果那颗药 我当着他的面吞了下去 见状他欣慰的对着我说道 不要太伤心 之前你就是太过悲伤才会这样的 嗯 我对着手机里 随友晨晨电话的通讯不发呆 怎么也想不到 他会这么早就离开我 老公 我想一个人静静 我含着泪对他说 大概知道我一时半会缓不过来 他体贴地退出房间 把空间留给我 他一离开 我立刻吐出含在嘴里的那颗药 把他冲进马桶里 虽然我忘记了一些事情 但明显时间线不上 从诺园回来的时候 差不多是下午三点多的这样子 可是现在天已经黑了 手机里显示的是晚上九点 已经过了六个小时 对于浅眠的我来说 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 所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手机备忘录里 写着一句话 是在今天下午三点时期分析的 永远不要相信他 我按下了晨晨的手机号 没等多久就播通了 对面传来熟悉的声音 喂 晨晨 是我 小云吗 怎么了 真的是你 你没死 太好了 我几乎洗肌而泣 不是幻觉 晨晨没有死 当然了 我活得好好的 是现在这个马亦和你说什么了 嗯 他说死的 不是他 是你 还带我去你 领着我去过的墓园 墓碑上居然是你的照片 我压低声音 警惕的看向厕所门 什么 不可能 我明明看着他下葬了 他还说我又出现幻觉了 而且今天明明回来的时候 还是三点过 之后说我睡了几觉 我总感觉不对劲 他好像对我做了什么 不行 你要不过来和我住 他不会同意的 他现在时刻监视着我 那怎么办 我过来陪你 我立刻拒绝这个想法 如果你过来 不就直接揭穿了他 现在还不知道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要是这样 我们就危险了 那你一个人和他待着 岂不是更危险 他暂时应该不会 对我怎么样的 听我这么说 晨晨也无可奈何 那一有什么事 就联系我 嗯 好 我先不说了 挂上电话 我心里一块石头 算是落地了 我的怀疑没有错 他果然有问题 刚开始我以为他是鬼 但现在这种情况 明显不是 也许一开始 他就在配合我演戏 故意装作 看不见我踢乱的鞋 故意找不到床 为了让我按照自己 猜想的量认为 但是这样 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让我误认为 马逸变成鬼 在我身边 除非他不是马逸 对 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得通 他一直不想让我知道 马逸已经去世的真相 我悄悄趴在房门口 没有任何声音 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 我光着脚在房子里转 书房的门虚掩着 靠着一条缝隙 我偷偷凑近 透过缝隙朝里看 马逸背对着我 拿着一面镜子 不知道在做什么 隐约能看见他从桌子上 举起一张面具一样的东西 往脸上贴 特别在耳后处 仔细按压 透过镜子 我看见他贴完 对着门口勾起嘴角 他发现我了 我捂住嘴 捏手捏脚地往旁边的房间里躲 慌不择路地爬进床底 我忍不住 平住呼吸 脚步声响起 他的脚步听起来漫不经心 老婆 刚刚你不是站在门外吗 去哪了呢 慢悠悠地雨掉 推开门的时候却毫不犹豫 我看见他穿着拖鞋的脚 出现在我面前 紧张到心脏狂跳 但我奇怪的是 马一脚踝处的鼻块 胎记他也有 看来他很了解马一 连胎记也能做得微妙微笑 他打开衣柜 到处翻掌 发现没有我的身影 老婆 你不在这啊 他翻掌一阵没发现我 也就出了房门 我闭上眼长呼出一口气 突然听到一句低雅的声音 发现你了